請楊醫師 因為時間不夠 所以我就直接切入主題 我來自高雄 今天從高雄來有幾個 讓我看一下 一個 包含我 兩個 三個 OK 我現在其實已經 幾乎不做 Radiology Practice 我就天天玩什麼 玩創新 所以AI這是我近半年來 幾乎每天要看的一個單字 OK 那個這是林肯 林肯大概也不用進AI 大家應該會認識他 他說我不喜歡這個人 所以我必須認識他多一點 這是我的翻譯 OK 那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 這是我 這是我你有畫的 那我把他的字做一點tick 我說我不喜歡AI 因為我怕他取代我對不對 但是我必須認識AI多一點 這是我的一個mindset 所以我在這半年裡面 我其實累積不同的skillset 跟不同的mindset 在這個方面做發展 那 這是我以前的schedule 我以前天天開機打報告 這是我們高雄的Smart Wonder 天天開機看到我的schedule 大家就打很多的報告 這是我現在的schedule 幾乎是空的 但是空了以後你要做什麼事呢 當然做不同的事情 我天天天天上cargo 去研究他的agoride 如果大家去猜一個數字 cargo裡面現在有多少agoride 可以讓你去參考你知道嗎 超過20萬個 所以如果你要去認識所有的agoride 那技術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會去挑 我喜歡看的agoride 去做研究 去認識他的這個 所謂的前生跟未來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要研究FIRE H7的FIRE 為什麼 因為我必須把我們學的東西 放在醫院的所有的環境裡面 讓所有的人能感受到它的好處 所以我必須研究 這個醫療資訊的standard 所以在H7裡面 FIRE是個很重要的工具 而且在我們醫院的 數位治理的環境裡面 FIRE也是個很重要的工具 所以我研究很多的resource 把resource拿出很多研究 希望在我們下一個世代的 那個醫療資訊裡面 我能夠把這些不同的standard 加在一起 所以在我發 就是進入這樣的新的一個 一個工作的一個career的 這樣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極度寬廣的發現之類 因為它讓我的眼界大開 那特別是在做 從過去四年到現在的一年以來 我事實上 我對這個字很深深的著迷 我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機器的 類似這樣的東西 不管是硬體的機器 或是軟體的機器 那都希望能夠在未來 我們的一個practice的環境裡面 讓我們有更多更好的一種新的溝通 那未來的網路是什麼樣的網路呢 我覺得它是一個傳遞價值 傳遞智慧 傳遞演算法的網路 而不是只是傳遞所謂的data 或是information而已 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這樣一個網路世界以後 如果呈現的話呢 我相信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更好的一個商機 因為在這個之前呢 我們有機會去裝到不同的價值 把我們的創意變成不同的人工智慧 來做這樣的應用 那在整個醫院的治理裡面呢 除了我們的影像之外 還有多的data 我們如果能夠用儀卵代言的精神 往後面做發展的話呢 其實大家看到所謂的blockchain DOT的部分 還有現在所謂工業物聯網 以及所謂的工業死亡 這塊東西都值得我們去做 好好的研究跟發揮 那這個是我做的一個 鑽石策略給我們院長看的 就是說做AI怎麼賺錢 如果我做了工作是不能賺錢的 我相信我大概一年做完 大家第二年就不見了 所以我必須跟院長講說 我要如何幫醫院賺錢 我如果幫醫院未來的所有 也不是所有啦 也許大部分人的bonus 會從我們的AI發展中 得到這樣的一個seed bonus 其實這是我的獲利模式 在什麼地方 我如果把現在的高榮裡面的 優質的服務做包裝做輸出 如果把我們的專利做計算 如果創造一個智能網路傳遞價值 如何能夠有效的 把我們的big data變成smart data 然後創新演算法 最重要是我怎麼去focus在 所謂的人口醫學跟預防醫學上面 來發展所謂的風險評分 跟風險分整 這些東西都是我每一天在想的事情 所以我還沒有 這個應該是7月16號要submit出去了 那我想有沒有機會得獎也不曉得 但是我的觀念就是這樣子 我希望我們是玩影像的人 是玩軟體的人 我希望以軟帶硬 成就一個基於工業4.0 這樣一個乳線健康的赛塔環 跟一個生態系統 所以我未來的一個整個的一個 sing process 是從軟體到未來整個硬體裡面 整個一個生態的一個整合的發展 這頂帽子應該很有名 大家應該都看過 如果看過那個電影的話 叫做哈利波特 那這頂帽子在我而言 他就是一個AI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 他就是根據這些tree based的一個 algorithm來看一個人 到底應該進入哪個學院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如果把它當作 當作一個新的一個觀念來看 就是如果你有一個很好的big data 在你的醫療的practice裡面 事實上你也很可能 可以很早就預期說 這個病人什麼時候會得糖尿病 什麼時候會得高血壓 什麼時候會有dementia 所以以高榮嚴重來講 我現在所接觸的standard 非常非常的多 從dicom 我們最原始的dicom印象 到fire 到blockchain 各種agri的研發 還有所有的印象的標記 iOMT的發展 甚至於VR ARMR 新的所謂的human interface 或者是3D列印 chapbot 然後Docker 就有基礎架構 甚至於機器跟機器的溝通 MPVT等等這些東西 都是在我們的研究範圍裡面的 所以我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狀案 那如果我們把healthcare IT 用一些所謂的train的做分析的話 第一點大概就是 每一個人都想看到自己 是被will take care 就是說我們要發展所有的 個人化的醫療 那個人化醫療發展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需要很多的genetist 跟一些divest testing來做表現 然後希望能夠有integrated clinical care 比如說我們如果能夠把整個 台灣的醫療完全全部連結在一起的話 每一個病人到任何地方去 都不能看到它universal data access 那就是最好的一個境界 它不需要到不同的醫院去換不同的APP 不需要到不同的醫院換不同的這樣的病例 第三個就是如果協助每家醫院都能做到operation efficiency 讓它的codes盪下來 讓它的效能往上提升 可是要做這麼多的事情 事實上如果今天沒有machine 而沒有big data 大概什麼都不用談 所以我們如果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原創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 focus在所謂的operation technology 我如果去把各種智能帶到我們的邊緣計算裡面去 發展新的硬體的軟體 來協助我們的第一線的臨床從護人員 能夠去把它最準確的資訊 這個data把它帶到我們雲端上面去 那帶到雲端的過程當中 如果用所謂的standar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來做這樣分享跟回饋 事實上現在AI的發展過程當中 其實就是intervendor或是interinstitute 的資料分享產生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如果透過一個標準方式 來做分享做回饋 才能夠營造出真的雲端的大數據出來 而這個過程當中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在於 如果產生一個所謂的digital feedback loop出來 讓雲端的資訊能夠產生一個新的參數 讓我們低線的操作人員 能夠做這樣的 低線性的產數做一個所謂的這個適應 然後把適應化來的outcome的傳媒語端 做這樣的一個feedback出來 產生真正的impact 這是5月11號 5月11號有一個現在大概是一個辦法吧 就是一個通訊診療 那我看到這樣的一個消息 我覺得非常高興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真的是有一點進步 所以其實跟這個都會議 我很早以前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希望把所有ICU結合在一起 把ICU先變成一個電腦的ICU 那ICU以後就把這些東西結合再變成Teller ICU 因為ICU的人才真的很難得 醫藥的人才也很難得 如果我們能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有機會透過這網路 把ICU重症病房裡面的專科醫師或是護理師 他的智慧能從一個ICU傳到另外一個ICU裡面去 那在這個之前就把Data跟Bundle Information 從一個地方傳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所以 約束項的佈局其實必須有很多很多的Prepare在裡面 那這個是我跟一家公司在DIP01做的一個 一個Prelumary的一個AI的Engine 我可以秀給大家看一下 對不起 OK DIP07系統 首先我們將選擇一個正常的病人腦部CT影像 這個CEO也是來自台大 選好檔案後我們按上傳檔案 上傳完成後我們的AI系統 將自動進行下列病針分析 中線偏移、血塊、補折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正常的病人 其中線偏移、血塊、補折等病針 皆顯示正常 接著我們選擇一個有異常的腦部CT的病人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有異常的病人的腦部CT影像 其中線偏移、血塊、補折等病針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有異常的病人的腦部CT影像 其中線偏移、血塊、補折等病人 其中線偏移、血塊、補折等病針 皆顯示異常 所有的影像皆顯示正常 而AI也判斷正常 另外我們可以切換到Bone window 查看其骨折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正常的病人 其Bone window顯示正常 而我們的AI也判斷正常 接著我們查看第二個上傳的異常病人的腦部CT影像分析 這邊是第二個上傳的異常病人的腦部CT影像 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 對於有異常的影像 AI會在影像的下方 自動打出血塊等字樣 或是中線偏移等字樣 表示這張圖片是有問題的 而對於正常的圖片 AI則不會顯示任何的病針字樣 我們可以切換到Bone window 查看骨折情況 對於有骨折的圖片 我們的AI會在圖片的下方 顯示骨折的字樣 好 我們就跳過去 基本上 我在規劃整個Teller ER 或者是Teller ICU的過程當中 就希望有一些AI的元素 作用在我們跟臨床之間 讓我們能夠透過這樣的AI 跟後面的logistic 讓我們更有反應的回應的能力 那在2018年HIMS裡面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老先生叫戴明 大家玩PDCA都會很清楚他的名字 他講一句話 他名言是說 In God we trust 因為在這個學會裡面 就每個人講這句話 All others must bring data 你要跟我談任何的生意 請你帶資料過來 但是事實上 我覺得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現在除了Data之外 其實有一件事情更重要 我們叫Creativity 或是Curiosity 這個C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們必須用另外一個性的角度思維 來看我們的Data 所以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叫何仲虎教授 他現在在台師大 他說要用創意的設計方法來透析資料 然後設計有創意的診斷跟療法 那這個東西其實對我的影響很深 因為我以前對Data就是Data而已 但是我現在必須把更多的創意跟好奇心 加在Data這個領域裡面 就像這個很有名的Spark 他以前就是Dr. Kirk的一個很重要的幕僚 他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Data的一個提供者 跟Data的一個提供者 所以我們未來 如果我們身邊有這樣一個Spark存在的話 事實上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預期未來的一個全球的計算平台 應該是一個新型態的東西 那基本上它有兩個重量的產品加在一起 一個是醫療來講就是一個 會有深度學習跟去觀念的工具 它讓我們很快速能夠得到不同的Data 而且得到便利的Permission 第二個呢 能夠應用在我們的智能醫療上面 那這樣的東西 其實就是我們未來期待的新的平台 那如果有這樣的新的平台出來之後 我們如果算到KPI呢 我基本上我會常常理說 如果有這樣的新的平台出來 我應該可以算出來 每日每月每年有多少新的Algorithm 來幫助我們進行所謂精實化的改造 那其實現在Algorithm 可以協助多少Best Practice的升級 在幫助醫病 那有多少新的Feedback能夠產生 讓我們的後數據和後數據 得到更好的一個互動 這是...這個產品是... 以前是頭緒吧 後來被Kano買走了 那目前它這個產品跟NVIDIA的這個 Deep Learning整個結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Digital Commodity 所以它的想法就是 每一個醫生以後只要你把你的資料 分成兩群 一群是正常 一群是異常的 你放進去這裡面以後呢 做好很好的標記 它馬上會幫你算出來 你該想要得到一些Algorithm 那台灣有沒有台灣其實也有 我們的DeepQ有一個OpenAI Platform 那目前在台大跟教大都有上...都有開課 所以如果在台大 我相信應該是有機會到台大志工去上上課 這是功夫影集 楊國跟小龍女 好 那麼它其實一直被它打敗 後來呢就把這樣一個Bell 變成一個Amplifier 所以在瞬間就有機會把它給暫時打敗 那其實我覺得 我們在以AI的角色來看 AI對我來講就是這個Bell 它讓我們有Amplification的這樣一個能力 那現在其實AI有些說是Autovisual Intelligence 但是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就是Augmented Intelligence 所以這本書 我很感謝這個宋成龍宋律師 他幾年前送給我這本書 那我看了以後呢非常有感動 看了好幾次 那這個裡面有兩句話給大家做參考 第一個是 具有邏輯跟統合能力而言 科技稍微取代人類心智 第二點是我們常看病人 我有看乳 以前有看那個乳三門診 其實有時候對於病人的抱怨 幾分真實 幾分渲染 幾分隱忍 或是完全去沒有透露 其實是我們人有時候都很難判別的 更不要講機器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必須用Holocity的一種新的角度 來看這樣新的醫療 所以如果你用很好的工具幫你忙的時候 你的小禮物 你的小的天分 會變成大的天分出來 這個是我們在PermitValve 這個creation的過程當中 我們用AI的方式來輔助我們做這樣的一個創造 那事實上我就用這三個字把它喝在酒 我們叫做Amplified Medical R 這是一種藝術 用開創藝術 但是我們用科學方法讓這個藝術更成熟 所以我們投了一篇文章 到了這個Soracic Katevascular Surgery裡面 投出一篇文章 然後馬上有一個commenter 他就寫了一篇commentary給我們 那我們看了以後呢 一個禮拜不到 我們馬上回去給他 所以他的題目是什麼 Design Vals and Art or Science 那我回的一個標題是 Amplified Art of Vals Design by Science 我回應他這樣一句話 所以我們認為未來這個Science 這個AI的確是我們很大的一個工具 所以我們如果掌握資料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考邏輯 我們必須建立一個Sight Technology 因為我們放這顆是看影像的 那我們的影像 我們的視野 如果沒有到那邊去 看不到這個Data的好處的話 實際上是很難去做 很好的發揮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Sight 我們叫做後見之明 監督科技 動線科技 先見之明 到外部科技 這是Pathware Technology 過去你有哪些資料 現在你有哪些資料 你可以掌握出來 你把以前的缺點 到這個地方做改進 從一些資料當中 產生一些新的演算法 來輔助你得到一些 Inside Information 就叫Wide Technology 接下來你可以把應用在未來 去幫病人做預測 Predict Preventing 所以這是一個Sight Technology 最後面叫做How Technology 如何引進外力 來幫助病人做到真正的一個 Internvention I mean Watson是AI 但是他是一個Expert System的AI 基本上他是沒有把自我學習的AI 那他在去年2017年之後提出很多的這樣一些白皮書 那他有幾個論點說以後的AI會用在什麼地方 那我今天就是把他做一點Trick 就是如果你是個醫生 你如果用AI來幫助你自己 來幫助你做後面的研究 2017年Dr. Allen講的話 以後的世紀就是Radiology with machine 跟Radiology without machine 如果你用爆 machine的話 你就像這樣的一個場景 如果沒有的話 以後大概老續就像這個樣子 但是還是很高興的 就是兩個的市場可能不太一樣 我們都經過這些東西 我特別是我從1.0幫高榮把2.0建起來 過去幾年把3.0建起來 然後現在走向4.0的進階 所以1990到2020年是IT的世界 剛閃開對不對 所以2020年是AI的世代 我們準備了很多的很好的Data交給自社會 然後發展出一個 也許明年有機會把它做一些Wale testing 那這個流程 事實上就是來鼓勵我們醫生 怎麼去把我們好的Data整理出來 那我們這一塊做的就是Memography 這是我們建設報告 解架性報告的一個初衷 當時就是為了消除醫療 為病人著想 但是後來跌跌撞撞 居然開啟了一個數據挖掘的寶庫 這個就可以跳過去了 那重點還是這個字 機器人 我們的報告是我們的溝通工具 如果你講的不精彩 事實上大概就是臨床不高興 但是你講的很精彩 不懂作者 不懂神速方法不同 所以這樣的東西 其實很難一致的去協助醫師 做很高頻的一個決策 所以 解架性報告能夠提供所謂的 Consistency跟Actionability 還有Professional-wide的Quality 那這邊有很多好處把它列出來 今天時間不夠沒辦法一個一個講 有這麼多 那它的Limitation也有哪些 有這麼多 大家可以快速看過去 我們做了一些很好的一個Wale-defined的改善以後 我們提出一個發明專利 所以軟體也得到專利 那我們高榮現在有好幾百個Template在裡面 那這些Template就是有助於我們做後面的Data梳理 我把這個Video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一個Video剩下我講很多話 這是一個Memography的報告 全部用Click 就跟那個許醫師講的是一模一樣的 高榮已經有好幾百個這樣的Template 那這個Template事實上我們把它當成GPS GPS是自動向著必須要的東西 那這個GPS的影像報告 我們跟影像結合在一起以後 就變成我們AI-training的GPS 那這個讓一個報告有什麼好處 它除了從 那我們用英文打字外 它可以自動翻譯 做各種語言的翻譯 那可以把每一個併照 用併照管理的角度 我們叫Lation Management的角度 把所有的參數抓起來 然後提供給這個AI-training的一個黑盒子 給它一個詳細的資訊 讓它去找 很容易找到它應該做分析的地方 好 報告完成 轉成中文 最重要是還可以做圖形化 那這些東西就直接到 到我們病人的APP上面去 好 那這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就做成一個所謂的XML 不管是這個格式或是這個格式 就是我剛剛講的 是一個Lation的GPS for AI的做一個training 那這是BMD 這是BMD 那我也一樣 這是以前打字的方式 哇 非常非常的複雜 那我現在呢 用什麼方式來打報告 一樣點 然後把DOS帶進來 點一下 如果有Edge它自動輸 沒有Edge你要輸上去 挑到你的Level Set 報告完整 那這裡面每一個數值單位 都可以當作我們 Big Data Mining的一個query key 所以我要做長照 我要做高齡醫學的研究 我的Data非常非常的完整 OK 那一樣它可以翻成各種語言 我們再往下看 因為時間不夠 這就是我們的報告 那我們已經把這些東西 做成所謂的 類似像自然語言的query 但是未來會更厲害一點 就把這個全部都給撈出來 比如這個病人來講 我需要它的AP SPY L1到L4 BMD 負1.0到負2.5 我馬上可以找出來 這樣一個數值 所以我們未來的一個方向 就是利用這些Big Data 跟人工智慧 可以幫助我們做Dynamic Research Scoring 跟所謂的Strendification 來For Population 跟Geliac Medicine 所以應該快結束了 這個圖問10個IQ的人 大概10個IQ 看不出來我要再講什麼東西 看不出來 因為他說這有建築物 有十字架 有木頭 有一個斧頭在裡面 事實上我要讓大家看的是這一隻鹿 那這個東西我放很多的AI去勸 沒有一個AI看得出來 這我要給他看的是一隻鹿 那這個是一個我辦公室裡面 這有一個Photocopy 有一個這樣的印表機 對不對 你把它放到所謂的 Inception Net上面去看 它是一個Photocopy 它真正的這個物件 如果你把它Google Net上面去看 它看到這是一個Home Office 所以不同的這個AI所看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它有動作在裡面的話就更不一樣了 所以在Google我們現在除了發展所謂的 Object Recognition 所謂的SIM的一個 Recognition 我還發展Behaviour Recognition 所以我們把Recognition當作一個Service來看待它 這個後面就比較快了 因為這個東西大家已經很熟了 這是Nemo的CAD 那這是去骨的 可以看到Legion在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去骨的功能在這個地方 這是Long 這是Long 它就不能去骨了 它去什麼 去血管 OK 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Builded Block 我如何去看待我們的Data 我如果利用VNA 利用所謂的Deep Learning as a Commodity 來建構所謂的Smart Application 我如果利用現在的Blockchain 來建構我們Smart Contract 讓Universal Data Access 跟所謂的Universal Health Coin 能夠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做這樣的一個衍生 這個東西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多Partner 在做這一塊的一個一個貫注 最後一張影像 最後一張我會等一片 最後一張講完 我希望Taiwanology是我們的優先 台灣學 台灣變成一個顯學 然後把Radioomics的觀念 放在我們的台灣學裡面 讓我們放射客能夠發光發亮 所以 謝謝各位